英雄的脸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 非常的崇敬 非常的敬畏 不会害怕 请您摘下口罩好吗 我觉得我们应该所有人都起立 向这样一个英雄表达我们的敬意 谢谢您 谢谢 我看到您这边有一个疤痕 这个疤痕应该是气管切开性 对 我是呼吸道吸入勺上 没办法把这个气管切开 当时受伤这么重 您恢复的时间大概有多久啊 前期我就在医院住了一年半 大小手术的做了37次 做过伤残鉴定吗 做过是一剂伤残 其实我们看到赵大哥脸上 包括身上这层层的伤疤 我们知道他经历了多少痛苦 我们来看一看大屏幕上 是他曾经的照片 这是多年轻英俊的一位军人啊 这个是大概多大 这个是在当兵的时候 二十左右吧 照片中是一张年轻英俊的脸 现在是伤痕累累的脸 这样的变化让人心痛 但是更让人肃然起精 有人说 英雄的伤痕是永远的功勋章 但是对于赵强国来说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他最怕的东西就是镜子 甚至任何反光的物体 他都不敢看 因为他很怕看见镜子里 那个面目全非的自己 那场熊熊大火 让赵强国的人生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在医院治疗的一年半里 他全身缠满了纱布 脸和脖子粘连到了一起 动弹不得 用赵强国自己的话来说 那时候的他 就像是一个会呼吸的木乃伊 每吃一口饭 就像吞了一把钉子 每喝一口水 都得跨越极道关卡 赵强国感觉 自己一直生活在噩梦里 梦里那场大火 无尽的燃烧 烧伤了他的皮肤 烧断了他的神经 也烧毁了他活下去的勇气